大家好,歡迎收看本週的校園新聞 我是主播Ashley 今天我們要播報的主題是 多元的碰撞 讓台灣的文化欣欣向榮 校園中新住民及新住民知識同學日漸增多 他們在台面對家人人校文化與台灣文化的衝突 在事情上有許多的問題 今天我們也邀請了幾位特別來賓 讓我們歡迎他們 哈囉,我是珍妮佛霆典 我媽媽是越南人 在班上我們有時會被排擠 同學後一直呼吸我的書家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孫 我媽媽來自伊底 哈囉,我是小梅 多元文化對我來說像極了愛情 大家好,我是對過多改台的新住民而更加擔憂的學歷 嗨,大家好,很高興來到這裡 我是學校的主導老師 這次的同堂,我們可以使用ORED教練考論法來進行 想要請問四位同學 你們認為校園中 大家對新住民的看法為何呢 我覺得大家似乎都不太喜歡新住民 因為我的皮膚比較矮 同學就不停地數多數的成像 還有人會借我為何 我當時沒有遇過真正經濟 大家對待我都十分友善 我覺得大家看待新住民同學 跟看待一般同學是一樣的 我覺得大家主片都和新住民同學相處的理由下 只有少數人會對新住民同學有些排斥 但我看到他們對新住民同學不友善時 我會告訴他們不能這樣 因為大家都是同學 應該被公平被帶 說實話,我不太喜歡新住民 可能是因為之前遇過的新住民 他們總是大聲說話 並有很重的腸水味 所以我對他們有反感 在社員生活中 雖然我不會主動地去拍攝他們 但我也不會主動地去和他們親近相處 大家有沒有讀過《在今木瓜樹》這本書呢? 我讀過《在今木瓜樹》是在訴說 獨角金河在他十歲時 因戰爭被骨河家人逃離越南 經過在船上漂泊 得到美瓶救援 並找到贊助人後 金河一家人抵達美國 經過衝突禮物轉化後 為自己的生命 補出了動人的新月章 我們可以使用兩個套件來 去將金河到美國所遭遇的文化衝突 以後來不斷融入美國當地環境的轉化 之前我也閱讀過這本書 在衝突方面 金河遇到了溝通、學習、飲食及人技方面的問題 沒錯,金河遇到無法語 同學溝通 只能被嘲笑求無法感激 學習英文對他來說更是困難 金河因為吃不習慣學校午餐 所以每個午餐時間都要躲在廁所 和大家吃不一樣的午餐 不只如此 金河在學校也受到了不少霸凌歧視 鄰居也在他們的摸書裡 我雖然沒看過這本書 但我卻能感到身受 尤其是在人際方面 我因為和大家不太一樣而被懷疑 那金河在這畫面是如何轉化融入的呢? 經過媽媽與黃山頓太太的安慰 金河走出傷痛 當同學再次嘲笑金河時 他做出反擊 當同學試圖攻擊他時 使用二哥教他的招數防衛 是的 藉由這本書 我們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到 多家新住民朋友的心情 及面對新凡情可疑遭遇的文化衝擊 雖然台灣在國際上 也是相對於友善文明的國家 但或許還有些人對新住民懷有偏見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次訪談 搭起一般同學和新住民 及新住民之子同學的橋樑 當上園中的多元文化相互交流 共化出明亮多彩的火花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看看 三位同學所收集到 有關新住民的三篇論文 我找到的第一篇論文是 以大學生為例 試著了解新住民之子的文化適應 文化認同 造業的困境及優勢 第二篇訴說兒童權利的內涵 從相關研究中 歸結出新住民子女的現況發展 以及教育需求問題 最後建構出調適新住民子女 教育問題等等 第三篇主要是在觀察 新住民之子女 在新華社區 與其他小孩之間的人際關係與互動 最後我們在這幾天 心得以及論文分析出來三點 1.台灣還是有少數人在關心新住民 2.台灣大部分的新住民在各方面都還是處於劣勢 3.新住民及其子女的教育以及各方面的問題都還是需要被調整的 像新住民及其子女的學習權對母親家鄉文化的認可 原來如此 非常感謝這三位同學的介紹 我之前發放一份關於新住民文化的問卷 調查到有四個人希望能接到家鄉的美式 還有九個人和家人用家中的母語溝通 跟新住民同學多數避倒新住民同學被欺負會幫忙 認為他們的優勢是能接觸多國語言文化力多 弱勢是語言不通 大部分人對新住民的相關活動不感興趣 蛤好可惜 許多人都沒有真正的去了解過新住民的文化 為了認識社區新住民 我去參加社區裡中平路故事館的東南亞系列慰望講座三次 透過這些活動讓我們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社區的新住民及移工在台的真實幻境 並看講師及志工討論我們國中生也能在校園推廣新住民家鄉文化來寫助他們 在1095桌遊放一下的活動中 我以桌遊的方式來認識東南亞移工的議題 從東南亞文化講座中 我以東南亞移工的角度來看在台移工所看見的台灣 我也訪問了棉花堂公營夢想家的志工 三種 你了解到他跟小瑋說會做貢獻而成立棉花堂公營夢想家 看到來新家活動的大家都認真的跟講師做不動 就覺得很有意義 是啊 在這議題還沒盛行的時候 許多人看到新住民或移工會覺得說他們不一樣 那個感受是不友善的 原因來自於新聞還有他們的工作 會造成許多刻板印象 但其實 移工來開 若想要有更好的工作環境 只能全憑運氣 看自己遇到的部主性格如何 根本無力改變 前幾天我和鄭莉波 每次訪談的和我們一樣是新住民的同學 分別是美漿、大寶、二寶、三寶 美漿暑假時都在越南外國家 並會讓越南有國風 但美漿的外國一個新住民有偏見 而她媽媽有國旗問題 而大寶小學時因為皮膚比較黑 和其他人不一樣而不白 二寶的媽媽在台灣因口味上的差異而不習慣 除了這個在市場也沒太大的問題 未來則想當凡帝、外交官 三寶在市場也沒有其他問題 她覺得染方在越南是非常有潛力的產業 因為當地很多人有這類需求 未來三寶會希望能將台灣的技術帶去任何 原來如此,感謝你們的介紹 我突然想到 武文班在學校主辦的科學園文會中 推廣東南亞各國臨時 也教大家說一點各國語言 我覺得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活動 可以讓大家套時的輕鬆、愉快的心情 體驗多元文化 我們可以像剛剛提過的論文 舉辦多元文化中 把新住民文化帶入校園 適合心情點筆 學習各國語言 逐端舞體驗、懂活動 請棉花糖夢想家和美賽老師來學校演講 成為校內同學與校外相關資源之間的橋樑 國際同學都關心新住民相關活動 聽起來真的好有趣 但我也想參與與認識新住民 之前是因為我都沒有好好的去了解過新住民 才會產生偏見和臺詞 但聽完了你們的分享後 我才發覺沒有偏見留給他們的就是無限 不管是誰 想要是生在台灣 都是台灣的一分子 不應該有誰被排斥 呃... 這女朋友廢姿 對不起 這人是我攻擊的村莊 我抱歉 我決定 竟然是你 要算我原諒我 我不再用外來的評論 每決定我的價值 遇到委屈時也會怎麼求助 而且新住民有著文化力多的優勢 不但可以讓台灣的文化更加多元 自己本身未來就越來圖也更加發貨 沒有多元的碰撞 總會產生燦爛的火花 透過本次的校園新聞 我們從對新住民一無所知 到最後呢更加了解 過程中我們進行了對許多活動 與訪談的分享與討論 同時也培養了我們包容多元文化的觀念 未來我們期望透過各種活動 將這個觀念帶給周遭的更多人 讓台灣的文化欣欣向榮 本週的新聞就到此結束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再會 沒有偏見 留給他們的就是無限 讓我們用無限的愛 擁抱新台灣 我覺得